相信大家已經有看過很多這種 U-Bike 2.0的柱子、車型 那我今天只是想要簡短做兩個 就是一般人、大部分的人 還是比較不清楚的兩個功能 那第一個就是上鎖的時候 不用在東拉西車然後取鑰匙 然後第二就是他借車還車的話 就只要靠手機App就可以使用 那當然就是如果你找到一輛 U-Bike的車 像這一台 車身很大 然後就是他有兩個感應區 第一個就是靠卡 然後第二個就是掃描 就是啟動掃描 然後我們就按啟動掃描 有點下雨 好 那你看他啟動之後啊 他就會出現條碼 這裡 打開你的U-Bike的App 啟動掃描 那記得啊 就是因為這是2.0 然後在右下角有個2.0 然後確定前往 然後按下去之後啊 他就是下面不是就是有那個掃描 戒車嗎 對不對 那我們來試試看囉 如果我們用掃描 然後記得要開啟藍牙 好開啟藍牙 然後掃描借車 好你看他其實掃得很快 好解鎖成功看到沒 好然後他解鎖成功 他就會秀在螢幕上 然後就可以把它拉出來 然後他都會有訊息提醒你 那接下來就是為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我做的上鎖功能 我很喜歡 他鎖在這裡 那以前啊 我們不是就是要拉 然後再拿鑰匙對不對 可是他這個很方便 就是只要插進這個洞 插進去之後 然後螢幕就會秀出 你看 零停上鎖成功 好 那記住 這個就是已經上鎖成功了 大家會很好奇 就是他可以牽著走嘛 有個牽著走 但是其實他就是不能轉到這邊來 我就覺得還蠻方便的 那至於解鎖呢 至於解鎖呢 就是一樣按它 然後可是不是用你的相機掃哦 就是用你的APP去掃 去掃它 哦 它現在掃了 然後這裡應該就會 這裡就可以解鎖 有沒有 就可以把它拿起來 那這邊他也會寫說 零屏解鎖成功 好啦 那就是接到2.0之後啊 其實大家都會有一個 就是誤會或懷疑 就是它是個電動車 它其實不是 因為它這個地方 它只是屬於讓你 就是有感應的功能 或者是去做 取緩車或上手有沒有 這就是寫 所以它不是什麼電動車 那當然這邊的鈴鐺 變成這樣子 去轉它 那變數一樣 那整體上它騎起來 因為我覺得它是比較新的嘛 我覺得會比1.0的比較輕鬆自在 好那等一下 還車的時候啊 我也覺得很酷 就是以前我們用卡片 就是你歸還啊 也是要再靠卡 但是 就是它還車的時候 只要上2.0的柱子 就歸還成功 等一下也為大家展示一下 好 那我到了 就是要還車的柱子了 好就是插進去之後 然後稍等一下 好 連線中歸還 還車成功 是不是很方便 然後它就有秀出金額 扣款 你看 你就不用再靠卡 然後你就可以拿著你的東西 就閃了 是不是一切瀟灑 一切方便呢 好那今天就把 U-Bike 2.0的兩個功能 我很喜歡的功能 介紹給大家 那希望大家可以把這個影片 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 或者是需要大量用到 U-Bike的朋友 然後謝謝大家的支持 歡迎訂閱 按讚 分享 下次見 掰掰